主料,排骨自百克,切换山药三根,黑木耳一把,辅量,胡椒粉,盐,姜,葱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盐材料,排骨用冷水泡上,中突化两三次水,将里面血水泡出,排骨冷水下锅,将盖煮开,在完全煮开后撇去里面浮沫, 让汤精彻,加入山药和黑木耳,加盖炖煮上30分钟,再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,继续煮上5分钟即可,盛入小锅中,烹饪技巧,一排骨提前将血水泡出,这样就能减少血沫,煮汤时不用换水,保持汤的鲜味味,注意中突化量,三次水,如果没有时间,就直接将排骨捉水 二,排骨煮开后,要再一次的打出血沫号,稍等完全清澈后再下入配料,三,糖炖到酒成熟时,加入盐等调味料后,继续煮上5分钟让气入味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牛CXYD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我们下期再见